怪是 之前什么都没看出来 结果一离开我就有危机 还是几乎必死的危机 原本想要回家的伊恩停下脚步 他自然不可能忽视铁甲砂身上出现的红黑色雾气 因为这毫无疑问与他的行动有关 第一能及巅峰的铁甲砂 在南海周边理论上是没有任何天敌的 即便是第二能及的图腾灵 那两条腾蓝巨蛮也不会闲得没事干离开奥戴尔郊那个大型自然零能场域 跑去抓一只小鲨鱼吃 能威胁到一头成年铁甲砂的危机 绝对非比寻常 是迷宫造成的异变吗 伊恩心念转动 身体已经动起来 悄然地追随在铁甲砂之后 跟随对方的行动轨迹 不像是 倘若是迷宫异变 影响范围反而不可能那么小 刚才陪我一起狩猎时 他就会遭遇危机 仔细想想 倘若我没出现 那么这头铁甲砂现在应该还是在寻找食物 也不可能因为我而饱餐一顿 他得去狩猎 游荡 四处寻觅目标 所以反而不会有危险 想到这里 少年心中有些明白过来 这头鲨鱼之所以会遭遇危险 是因为他如今已经吃饱喝足 所以反而没有多少行动动力 会在熟悉的海域游荡 应该是周边的海域出现异常 是到如今 伊恩已经打定主意 要跟着这头铁甲砂去看看情况 不仅仅是因为这头鲨鱼和老师有些许渊源 更是因为伊恩也的确需要这么一头可以配合自己监测南海情况的魔兽助手 少年并不能分身 既然在岸上生活学习 水中的情况就不可能第一时间知晓 倘若出现什么大事件大情况 更是容易错失良机 对方如此通人性又聪慧 证明其潜力极高 如果有些运气进阶第二能级 成为土著祭拜的图腾主预备意也不奇怪 这般好助手 可不能认由其遭遇危险 铁甲砂没有注意到伊恩跟随着自己 因为妖精之意可以制造出一层水膜 完全屏蔽掉少年和手中车渠身上的气味 这头饱餐一顿美食 还从铁骨鉴鱼身上获得了大量优质生物金属素材与原质的魔兽巨鲨 此刻正着急回到自己的老巢 消化这些可以让它距离进阶更进一步的素材 是的 理论上 因为鱼腮的不同 鲨鱼必须不断游动 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 而且鲨鱼体内没有鱼镖 故而不运动就会沉下去 可是 泰拉的鲨鱼又不是地球鲨鱼 这地方的鲨鱼 除雀长相外 和地球鲨鱼根本两物种 不仅仅鱼腮可以煽动获取氧气 铁甲鲨还能通过自己体内的铁铠骨分解水来获得氧气与氢气 供氧的同时还能将氢气储存在体内气囊中提供极其巨大福利 所以 铁甲鲨也是有巢穴的 一般来说 铁甲鲨的巢穴是深海的海底矿脉周边 它们会使用自己坚固的金属冲角撞击岩层 撞碎岩石后吞食其中的金属矿物 消化并转化为自己身上的铁甲 这样的撞击 会成为一个极其深邃的海底洞穴 也就是铁甲鲨的巢穴 它们用于消化之前吞食的矿石和猎物 进阶石折服的休息区 快了 心情相当好的铁甲鲨摇晃着自己的尾巴 它有预感 自己再经历三到四次的成长 就可以为进阶第二能级 成为钢凯鲨做准备 铁甲鲨最高能成长到第三能级的剑岛金鲨 一种相当温顺的小岛级巨兽 以吞食海底火山周边高热金属矿泉与熔岩为实 在沿海居民的传说中 金鲨的吼声是浴室海啸与地震的征兆 并且从不伤人 这是真实的 为了获取足够优质的合金 在金戈崖的外海岛屿中 甚至有些海溢与某些温顺的剑岛金鲨达成了协议 对方从深海获取优质矿脉送至人类的活动区域 而人类负责将一部分生产出的合金材料作为食物交付给这些巨鲨 合作双赢 第三能级还很遥远 但倘若成为第二能级 那么即便是那两条藤蓝巨满也没什么可怕的 铁甲沙模糊的思维甚至有着明显的计划 等到了第二能级 他就去奥戴尔交占个位置 然后多找几个配偶在那里也孕育一个群族 那么好的一个自然灵能场域 这么多年一直都让那些蛮鱼占据 实在是太浪费了 倘若是他的话 占据这么久灵能场域 早就成为剑岛金沙 成为这片海域当之无愧的巢穴之主 等我成了巢穴之主 我就独占矿脉 吃一口铁 再吃一口孽 再去东边的海域裂缝那边喝点岩浆 美滋滋地畅想着未来 铁甲沙的游动速度又快了几分 直到一只手伸出 抓住他的尾巴 庞大的力量骤然发出 将他扯停 别向前了 刚刚熟悉没多久的声音响起 新老大平静的语气悄无声地在自己身后响起 再向前 你就成别人的猎物 模糊的声波与清晰的灵能意志传递而来 令巨兽乖乖地停下游动 而看见巨兽身上赤红色雾气从浓厚到翻涌澎湃 开始逐渐降低成普通深蓝色时 耶恩就知道 那个能威胁到铁甲沙威胁就在附近 而且因为自己出手的干预 无法再对铁甲沙造成影响 缓缓缓是周边海域 耶恩双目中的银青色光韵愈发明亮 即便是环绕少年游动的巨沙也感觉到有种自己仿佛被彻底看透的强烈被试感 也就是在此刻 通过自己灵能和银色芯片的双重扫描 耶恩找到了威胁的源头 那是一张张网 或者说 一根根飘荡在海中 随着海水的翻涌而不断流淌的根须 此地是海平面以下150米左右 深夜的月光完全无法射入此地 故而一片寂静黑暗 但黑暗中 却有一根根交织在一起 化作网络 在水中漂浮的奇特根须 这些根须细密绵长 从海面处延伸而来 就像是鱼网一般筛选着这片海域中的万物 耶恩看见有一条游荡的海鱼被这根须网络所触碰 然后这根须就像是自己有生命一般缠绕上去 令这条本应该可以擦边从网口中越过的海鱼被紧紧束缚住 当然 也有一些海鱼触碰到网也不会被纠缠 但那些鱼的质量都相当低 在预知世界中只有灰色 能被捕捉的 最起码也是正常的白色 双引号 精灵的活鱼网 眯起眼睛 耶恩感觉这似乎是他曾经在本地渔民口中经常听见的一种奇妙升华渔剧 一种有着自己生命 会自动临选 分辨猎物的根须网络 有活鱼网 就代表上面有一艘活树之船 为什么这里会有精灵的活树船 耶恩在海中抬起头 他的预知世界感知领域很快就跨过150米的距离 亏见到了海面上的情况 让我看看 是不是迦南摩尔那边跑过来的精灵商船 也的确只有那边的官方商船 能对铁甲杀这种魔兽造成足够的威胁吧 然后 随着预知世界的预示领域进一步的扩大 少年睁大了眼睛 草 他情不自尽地道出感慨词 什么玩意 为什么这荒郊野岭的地方 会有一整只精灵船队